徐曉禹現在是全面切割 他今天有說早知道大姑設葬 他一定會告發 然後對於溫朗東在這個臉書上 所說明的整個的來龍去脈 他說這個寒沙攝影 要有一定的基本的道德底線 怎麼可以用這麼冷血的方式 來處理看待這件事情 柏惟怎麼樣看 這句話我們在讀書的時候 叫做修身齊佳治國平天下 這跟立法委員差不多是 關國家的事是國家的關頭 所以他個人 徐曉禹過期以來 說人家什麼得到倫鬆 說人家都黑白黏 說別人怎樣 有嘴說別人 不嘴說自己 這徐曉禹選舉的時候自己在打 他說他叫做小蜜歡大政見 他說 帝文禪跟什麼爸爸會館 那時候 所以帝文禪也爸爸會館 他說 唐鳳不處理詐騙 唐鳳算跟詐騙一樣做 這比較小 你看看 這叫做 溯源嚴懲詐騙 兩岸共打犯罪 你們家的你就抓不出來 你在跟人兩岸共打犯罪 如果要兩岸共打犯罪沒有 我會說 他還有很多 陳友好 朱沙徽 有八百億的 清六億的 國民黨的貪務的 洗錢的都先繼續回來 所以從自己做起嘛 對 你自己做的地方 如果國民黨 清黨 黑金的都抓起來 如果我們家的人 如果有早期 全門抓起來 台東政客 徐曉辛 小瓜 早幾日 他就有噴到那個麵角 噴噴噴噴噴噴噴 他發現說 啊 家人要出事了 過去 只要有民進黨的官員出事 蘇貞清出事 蘇嘉全下台 陳吉仲出事 蘇貞昌下台 就三六八點 那上的都下台 噴噴噴噴噴噴 下台 完畢申炎 手刮下台 噴噴噴 下台 整個台上都沒有人 只剩你們國民黨的人 對 結果 有一個人前面出事 還向部長邱國政令 他們說 我跟你說 老白反老白 怕怕怕怕 這個我們都知道 結果國防部長出事 徐曉欣跳出來才想問 兒子是兒子 爸爸是爸爸 欸 異於往常 異於往常 鄉鄉良心發現 一個時間倒退 才知道他們 他已經知道他們出事了 他現在死了之後 到今天十九天 秋國政的事 差不多一兩禮拜前而已 對不對 所以他已經知道 那個爸爸 所以現在這個議題 這兩天徐曉欣有說 他說是媒體告訴他 他才知道這件事 這樣喔 沒有他那位 你就信一半就好了 他也經常說 他要打紙照片 他們到的人就抓不出來 所以徐曉欣這個事情 為什麼 大姑是大姑 我們妹是弟妹是弟妹 這樣沒事了 其實我經常說 台灣人很有負負 譬如說徐曉欣過期 你是 焦貼台灣人民的負負 你每次在那裡 連連看合照 下台什麼東西 都下台 都你在說 如果照你的標準來說 你也要下台 對 所以黃姐說你這樣 你這樣叫詐騙世家 下台 辭職 這算一個機械啦 如果照你的規定 如果照徐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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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兩個 你說不出來拍的 但你民族地匯 大姑做的事情 不會放在你的頭上 我們都知道 但徐曉欣過期 都不認認看 現在剛才 自己的問題的時候 鄉鄉說 你們不要那麼冷血 你們不要那麼 道德低落 黃姐就說 這是你的標準 如果你的標準要下台 結果他現在 整個人都搖起來 說黃姐 頭部有問題 你還記得 如果徐曉欣發生的事情 我坦白說 他沒有接受記者的訪問的時候 我感覺到他沒有關係 他一個訪問下去 很想太多 我覺得這個人怪怪 記民成功 他流行的 生理特徵 每個月來 所以情緒比較激動 結果頭前 和記者李成功的 後面 趙茵茂傅康 他們在後面在看 來年他再公布相片 民進黨新頂的議員 和國民黨的議長 是我們在那時候 三個一支清 三個不開 你當作有反悔 你當作有檢討 你當作有檢討 你當作有 會很認真 看待這個家人的人 犯罪的事情 結果沒有 他還在做政治鬥爭 他還在一個黃姐完結 他還在四個開城開炮 徐曉欣這個 今天想到的憲告 是什麼 我們都知道 罪不及家人 但是家人也是 家也是最後的避風港 紀民 如果照你的標準 你們人沒問題吧 大國的事情跟你們人沒關係 對嗎 競然會走出來 記者會說 我做協會結婚 我剛才不說 這個女婦人有夠可憐 他說這句話的原因就是 他還在想自己的政治 他還在想自己的課位 政治前途比婚姻重要 對 他就覺得 都讓他們拖到 你們這個 你們這個 還有兩千萬個片 你們沒問題 他要八一七 蔡英文 現在他還在 他生地把政治 拿來在家裡 家裡 你看他們 其實運吞 運吞 過去高雄 應該是鄉長也第一志願 現在台中做原科副的主委 是 結果 這實在是 有夠過分 坦白說 我們看到韓國的說法是說 因為是工作人員誤差 表決卡數 是 所以會與行政懲處 他說表決卡是由 會場幹事幫立委 插入表決槽 不存在委員帶領或是帽領 然後誤案或待案 將與各黨團總召 商議後處理 他說由於表決結果 跟事事不符 會另外的定期處理 來 沒問題 有可能 醫事人員或幹事誤領 然後又誤差 有真的這個可能性嗎 我聽韓國有在百步 我坦白說 大家現在 時代很進步 智慧型手機 對 電腦網路 要看什麼節目 自己照 台灣科技圖 台技電媒全世界 你今天跟我說 這投不到票 你抓不出來 兩台車全做會 結果你去說 這車開始製造的時候 就沒有房車貨 沒有去看手機 今天社會大眾 要知道是說 到底喪氣的 喪氣的 有這麼困難 韓國有出一個報告 完全沒有說到什麼人 我們都知道 輸得百計 理工理數年 投票之後 立法委員 民進黨比較少 民眾黨不作用 國民黨比較大黨 我們都知道 你投票都會贏 我也了解 如果今天的問題是 你今天是 隔空 隔岸 不在籍投票 對 因為靈魂出竅 過去我們在靈魂 他就不會發生這個事情 不會 你插過那個卡 對不對 對啊 那長什麼樣子 大家看看 坦白說我覺得 這已經很老實在的東西 那卡裡面 都有什麼名字 第一 我們那個簽罪 我們法委員簽罪之後 立法委員的時候 他要有標葛 他才會插那個卡 你是要先領那個卡嗎 沒有領 沒有領 我們就是坐在那裡 開飛 主席人讀 議事紀錄什麼的 大家一直黏黏黏 好 接下來進行表決 進行表決的時候 因為有人在議區 不一定在議會 有人在辦公室就對了 他要像一個七分鐘的人 叫七分鐘 跟全日本議員的人 叫我們議會 所以有七分鐘 讓大家走的時間 委員就要趕緊告現場 像我們有的時候坐在那裡 就等到七分鐘 七分鐘 七分鐘之後 議事人員會把那張卡 一個一個隊 今天范老師 幫你插 你要坐在位置上 那個才會幫你插卡 他會直接插下去 這就是我們的座位 我們座位前面有一排這個 這個電子儀器 就是他有一個卡槽 然後有贊成反對跟棄權 所以你要坐在位置上 然後議事人員才會幫你插卡 對他就會走過來 然後給你插 他還不會拿給你 他會直接幫你插進去 插進去 插進去就過電 然後給你對人 他就是看你坐在那裡 他會放 所以現在就是兩個問題 第一 議事人員先把沒有來的人插下去 事實上 這應該是議事人員插 剛才有國民黨的理會去唱 譬如說葉遠之 走過來 他在論上不會這樣 所以議事人員 第一部分已經做不到 有可能這檢討第一部分 但是更加重要是第二部分 你們國民黨明明知道 人們不來什麼樣子 你們國民黨明明知道 如果要這樣 以後你們都一個人來就好了 對不對 你們比較大棟 比較多票 你要換衣服 不要換衣服 換衣服 你要派一個人 要投票 拜禮拜五 冤會的時候 就坐在那裡 一分頭卡四十七張卡 五十一張卡出來 就好了 問題就是 韓國瑜逃避問題 推卸責任 第一 檢討報告 只是議事人員 沒有說國民黨上座不對 推給議事人員 案兩次 案兩次誰案的 誰案都不講 那座位表 大家現在要拿出來 被發現一件事情 黃捷不愧是黃捷 我們新世代的政治人物 就是不一樣 黃捷剛才說 那個奇怪 記者去問國民黨 你說你有投嗎 你有投嗎 結果坐在盧縣 他旁邊的人 大家都說我沒有投 我沒有投 旁邊的是廖先祥 陳玉珍 他問什麼 徐玉珍 徐朝鮮 羅庭委 問一次 大家說沒投沒投沒投 問到一個人 叫做廖先祥 他說不變回答 大家覺得說 有投有無投 還要說一半 所以大家現在開始 廖先祥 你要回答問題 是不是要先祥 大家就在那邊問 所以 所以最大嫌疑是廖先祥 因為你在隔壁 旁邊 他現在不變回答 大家都說不可能 他不變回答 自己在推論 這怪囉 剛好他坐在廖先祥旁邊 我們看到我們的委員 月圓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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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代案最方便 是不是 月圓資他就有說了 月圓資 大家又在那裡說 廖先祥順利 趕快趕快趕快 因為我們在發 我們標過的時候 頭前在說 因為坦白說 議長在拿筷子在那裡說 不要議事人員 在那裡宣布 他會黏一大筷子 他一直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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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塊一塊黏 有的時候很長 有的時候三四十元 有的時候幾百元 所以我們通常會坐在那裡 等他黏了 有的時候黏第一 我們標課試下去 一分鐘 大家在那點名的時候 藍綠都會舉牌 贊成反對 他在那裡休息 對 月圓資趕快投 他在那裡 叫他趕快投票 會在那裡呼 如現衣勝寧勝寧趕快投 表示什麼 沒有那些人 譬如動作有來 最後講一件事情 2016年 有一個人叫黃國昌 在那裡說 黑白鐵人投票 這叫做偉趙文書 要付政敵這人 誰幫黃金平投票 在那裡休告 發到大小聲 這還在那裡 男胖子 男胖子以外 其實他有夠喔 他連簽到就沒有簽到 在那裡 五二一次院會 我覺得黃國昌到開 你們的翻年間改革 和柯文哲留言說的一樣 是誰是 那個時候有人說 你這個王叉蛋 柯文哲說 你跟那些 反年改團體 才是王叉蛋 黃國昌自己 要做王叉蛋 對 報恩要補充 我跟藍波昌喔 其實那天 有可能有惡意喔 就是說 因為 最後的比手 是四個七 比四個七 本院長你不要打得贏 所以如果那個 當下的時候 看的那個 所理是輸的 有可能是叫出來的喔 比如說 打了的時候 國民黨那樣四個 民進黨四個七 我先跟大家報告 那些是年間改革 所得 替代率遞減 民進黨是用 負義的方式 一般來說 因為就是你拿你的 我拿我的 我拿你的 那些人 那些人 但是負義這件事 很嚴重 就是說 我感覺你拿不到 我的負義 我把它蓋過就對了 所以這個負義案 其實是很嚴重的 政敵議員 所以民進黨 拿出負義案 國民黨那樣 蓋住的時候 一個投票下去 四個七比四個 再減一票 如果有 國民黨的人去叫 技術人員 插在場下 就嚴重了 現在他們一直 沒辦法解釋 是說送去回那個 有可能甚至是 送去叫技術人員 放在上面 他怎麼用騙 這是很嚴重的 事情 香港的 你不能當初 我看得到 我說你們人多 怎麼錢都拿 你後禮拜五 後禮拜五 每禮拜五都拿 但這件事不可以開 你覺得 立法院的司法委員會 昨天是審查國民黨 提出的國會改革武法 其中包括藐視國會罪 還有總統國情報告 急問急答等 然後藍白他們就透過人數優勢 將這個武法送入朝野協商 然後立法院黨團他們是說 民進黨的這個版本 明明就可以併案審查 那之所以會衝得這麼快 就是算好一個多月之後 准總統賴清德就要上任了 就要來國會急問急答 來 部位 原來國民黨在喘這尊 只是說這種就算通過了 他有可能是違憲 還可以這樣照辦嗎 現在的問題是說八成了解 到底我們在改革社會 國會的司法改革 跟大家報告一下 你怎麼知道 這尊跟聽證是不同的 聽證跟叫官員來也不同 那官員來跟老八成來也不同 他們現在跟老八成在拿的法案 是要辦一個用美國的聽證會 但美國沒有這尊 台灣有這尊嘛 但台灣的這尊 如果你說官員不可以說八成 我們這個可以討論 官員不可以在公的方面說八成 官員不可以在公的方面不要說 我們來討論 一些機密 比如說軍會 比如說這些可能介紹的問題 機密的我們不要說 但今天老八成拿出來的法案 是老八成也能夠這樣 是民間企業也能夠這樣 今天我如果覺得總將你在講話 偏頗 你的國民黨不夠 來來來來 你來立法院聽證 請問一下 你沒有來發錢 你如果來不說 乖 怕死人 對啊 你立法院裡面 在做的政治工作 人家說立場不一樣 你會有別 但是立法院跟行政院 大家為公嘛 大家來敲 來敲人民的利益嘛 你今天你的射程範圍太大 你已經可以叫老八成來給你們 我坦白說 這擴權到不行 這已經太含了 這違憲 如果這樣我坦白說 這今天就不是什麼式的問題 你這場總會輪流的吧 對 那以後這個貸責 現在他們蓋這個貸責 那是真的符合大家 符合大家的利益 真的不是 八成那種叫他問 所以拜託 你們知道這件事 如果民眾黨的支持者 你們說你們年輕 你們說你關心公平的正義 你如果關心到那種究竟入味 對 很奇怪 國民黨現在說沒有足條審查 就要直接就想要這樣過 這其實很恐怖 因為這道新聞的聲量 討論比較少 大家可能也 賓公司還沒在看裡面 在做什麼 之前張慶忠 總部這間四五十萬人 正在街頭 現在叫國民黨連手 風殺發案 我靠民眾黨員 嘻嘻嘻嘻 他告訴我 我就已經倒人入味了 國昌老師在裡面 我告 告我的黑 你看 今天在後面 爽手機了 我跟你說 他的態度真的是這樣 我演給你看 他就在後面這樣 爽手機了 就在那裡找了 看民進黨和國民黨 都在那裡找了 在後面爽手機了 爽手機了 爽到什麼程度 爽到財量改變 爽到財量改變 爽手 爽手 對國民黨爽手 爽四十多 整天爽手 爽四十多 回國民黨就好 回家爽的 回家的韓國昌要做什麼 我告訴你 韓國昌一天跟柯文做完 我聽你 這就是雙面倒鬼 這就是講一頭做一頭 這就是講的是講 白症 站在富君市面 這個人 勝負改壞 認平改壞 你怕如果關心這件事 你怕其實不跟他倒貨 立法委員想要重要的工作 這順 什麼法案 其他以外 想要重要的就是倒貨 你那個時候 找到你們 找到你們 陳昭之 抹到那個 選票太多 公義無主席 做立法委員 想要重要的倒貨 你趕快記你為什麼不跟他倒貨 今天 蘇武法改革的時 你的案 你的案 向進去 想要跟身材 想要贏手 出銷開火 想要贏手 不要向身材法案 為什麼 想要對國民黨倒 你聽好不要倒 如果叫民眾黨 如果叫民眾黨 他們的公法主席 你聽好不要倒 對不對 你趕快叫 你們的手法 我不要倒 你聽好不要倒 想要對國民黨倒 四十次 對 這個就是國民黨的附庸 國民黨的 國民黨想要做 他就都帶他去拿手 郭昌仔有夠落去 郭昌仔我當這裡很有個性 結果 郭昌仔只是因為 投壓民進黨 他整個 由選舉到這樣子 他好像投壓民進黨 沒變 其他都變 我說一點 賣料剛才在說 郭昌仔去那裡 你要說什麼 我再說一次 郭昌仔 郭昌仔去賣料 他自己去那裡 10天 郭昌仔去賣料 人家去賣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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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記名說什麼 我跟郭昌仔去賣料 你看不去就是這樣 你有政府在檢基 但不是要用商品連年看 去賣料 賣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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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都賣料 人家都閉案 你怎麼不去購 你不是立書底 你不是法委員 你怎麼不去購 他就是利用他的言論 自由 什麼都不說 他就去 還沒料人聽 當然是這個國家的政策 風電不是為了大家用電嗎 我就明明配合國家的政策 我現在變弊案財團 我們旁邊的一些國中小營養午餐 那是政府幫我們補助的 有的跟光電來幫我們支持的 叫你說什麼都不聽 我跟你說 對 林伊利那一千票 就是叫我們還要賣料 因為他就是電動包兵說 柯文綽怎麼不對 柯文綽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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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綽 如果沒辦法就天生的 還請我去 睡到整個都死 說的都沒道理 哪米格 我再說一次哪米格 今天你要用這個工作 你修法改進也一樣 他都說民進黨拿了 民進黨一二年也拿過 一六年也拿過 民進黨拿的時候 專家學者說 我就覺得你這個好 你這個叫老百姓來問好 你說不來要花錢 來問不說要乖 不定義去歡迎變歡迎 對 就定義叫人民來接受心拍 他本來是想說 民進黨說 抱歉就告如不久 過去選舉的時候 想說這個國會改革很好聽 三日以後有一些專家學者 來建議說他就打東了 現在有問打到哪裡 是你們完全不聽專家學者的意見 來現在文國衆對國民黨代表 來文國衆一四個歐百公會 他現在我告訴你 他從選舉說到正式 他就沒有一個技巧 他就說你們這都會不會說 他那個就怎麼樣 阿民體都會不會死 來你做一下 給我看看 說請我就是 他用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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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一句話